第二十三集 孩子们连忙点头,一个个仿佛惊恐的兔子。 楚桥淡淡一笑,王已经洒开,只等鱼儿钻进去。 就算这些孩子真的能大人大意到甘愿忍受刑罚,而誓死不将他的话说出去,又或者就算说了,诸葛府的人也未必相信。 但是,整个青山院的下人都是亲眼看到是诸顺的人将他带走,送到了诸葛西的府上,单凭这一点,他就脱不了干系,死已经成为了必然,现在所看的只是他会得一个怎样的死法。 看了眼计时的沙楼,时间刚刚好,还来得及悄悄溜回去接应由后门逃走的小疤。 一切都进行得太过顺利,刚要由正门离开,一只手突然紧紧地扣住了孩子的脚踝。 楚桥低头看去,只见竟是一名还没有死透的侍卫。 为虎作娼,该杀。 楚桥的双眼顿时射出阵阵寒芒,一把拔出了男人额头的箭矢,那尸体抽搐几下,就再也不再动他。 楚桥使劲地想要掰开他的手,努力了几次,却抽不出脚来。 孩子顿时发狠,一把拔出了侍卫腰间的长刀,扑的一声,就砍断了他的手掌。 你在干什么? 低沉的嗓音,犹如地狱里泣血的冤魂,带着浓烈的煞气和深深的失望。 诸葛月一身火红长裘,满头风雪,身后跟随着大批的青山苑随从,双目阴沉地看着满手鲜血的孩子,一字一顿地缓缓缓说道。 楚桥抬起头来,一双绣眉缓缓地皱了起来。 诸葛月为什么会在这里? 孩子镇定地望着他,冷冷牵起嘴角,淡淡一笑。 如你所见,我杀了这个万子不足以竖其罪的糟老头子。 诸葛月面容阴沉,双眼黑云翻动。 以前的那些事,也是你做的。 是啊。 孩子灿然一笑,这样甜美纯真的笑容,在这样的环境里,显得是那般的不合时宜。 他手拿一只断掌,笑容满面地说道。 可惜,你知道的太晚了,你还是先想好回去如何面对诸葛一族各位家主的盘问吧。 毕竟我是你院子里的下人,而诸葛喜死了之后,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你们掌房一脉。 来人! 诸葛月成声说道。 将他给我拿下。 想得倒霉,孩子冷笑一声,眉梢一扬,挥手大喝道。 暗器! 青山苑的下人顿时一阵惊慌,伸手矫健的下人们顿时围上前来,将诸葛月层层护住。 月妻年纪虽小,伸手却是了得。 旋身迅速而上,骤然间抽出长刀,进风扫雨般急速舞动,倒到白光横距身前,便是泼水也难入分毫。 砰的一声,一物顿时撞着月漆的长刀上,血线冲天而起。 众人低头一看,竟是一只血肉模糊的断掌。 窗子的外面,响起孩子冷然的厉害,诸葛月,灵溪不会白死的。 月光森然,娇小玲珑的身体,转瞬就隐没在无边的夜色之中。 少年面色发青,眼睛通红的站在原地。 诸程小心的看着他,着急的对其他侍从喝道,都傻愣着干什么,追啊! 众人这才如梦初醒,急急追了上去。 夜远的花丛之中,孩子灵巧的身子好似一只娇小的狸猫,迅速的在曲折的小道上奔跑。 就在这时,前方脚步声杂乱响起,好似有众多人迅速奔跑而来。 孩子面色冷然,顿时就停住了脚步。 啊,是你们! 看清男人的身份,孩子急忙跑上前去,抓到贼人了吗? 那领头的男人见是那个哭哭啼啼的小女奴,眉头一皱,成声说道。 滚开,这哪是你能问的事情,别挡道。 说着,就向孩子的肩膀推来。 屋子里又来了刺客,将你们的人都杀死了,他们自称是青山院刺少爷的人,我是跑来报信的。 什么? 男人顿时大惊,说道,简直胡说八道。 府外也有贼人,大约三百多人,鬼鬼祟祟,一看就不是我们诸葛家的人,兄弟们扛不住了,我是回来干救兵的。 府外也有人,难道是诸葛月的随从? 楚桥皱起眉头,冷静的说道。 那边走不通了,对方人比你们多,这样吧,你们藏在这里,出其不业,攻其不备,我去引他们过来。 男人一喜,心道,这小女奴果然有点胆量。 好,事成之后,我会如实向上禀告的。 嗯,孩子灿然一笑,只要能脱了我的奴籍就好。 片刻之后,青山院的下人们追击至此,还没说上一句话,就和黑暗中不明对方身份的诸葛别院下人动起手来。 月妻一马当仙,怒声喝道,你们是什么人,可是诸葛老爷的属下,我是四少爷的阶身侍卫。 去你奶奶的,大汉呸了一声,我还是圣经宫的带刀兵卫呢,兄弟们,跟我上。 啊,噼里啪啦的缠斗声中,孩子的脚步渐渐远离了战场。 终于来到了外围的高墙,孩子眉头紧锁,左右望了一眼,寻找着攀爬的工具。 就在这时,脑后突然一阵进风袭来,楚桥伸手敏捷,反应迅速,邓时转身,掏出公炉,就要击射而去。 啊的一声嘀呼,孩子被人一把抱起,几个利落的起跳,就已经身处高墙之上。 哎,还真是不可爱,一见面就要动刀动枪。 燕巡一身白色大球,黑发心目,嘴角带着一丝玩世不恭的笑容。 只见诸葛府中,到处都是高燃的火把和草杂的人群,府内府外斗成一片,喊沙声不断的传了过来。 燕巡四下望了一眼,摇头叹道,看看你,一个小小的孩子,又惹了多大的麻烦。 诸葛家找了你做下人,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。 楚桥冷哼一声,挣扎说道,放开我。 少年哈哈一笑,丝毫不怕被人发觉,笑咪咪的凑上钱来。 小丫头,你不付我的约也就罢了,如今又欠我一个人情,你想怎么偿还? 谁要你帮了,自以为是的家伙。 哼,总是这么一句话,我还真是好心救了只白眼狼。 燕巡冷哼,不过转瞬却笑了起来。 不过没关系,本世子高兴。 小丫头,热闹也看完了,再不走就要烧着自己了,报文了。 说吧,少年飞身从墙上跳了下去,楚桥一惊,暗骂一身蠢财,手脚却顿时紧紧的攀住燕巡的身体。 希望这世上真的有传说中那样高明的轻功,不然这一跤是非衰不可了。 喷的一声,战马顿时长丝,风眠笑呵呵的一咧嘴。 狮子,我都等你半天了。 燕巡坐在马背上,见眉心目,玉带雪袍,哈哈大笑一声,冷声说道,那就走吧。 身后喊沙冲天,火光连绵,燕北狮子月马扬鞭,迅速消失在长街的尽头。 几乎在同一时间,魏书游和诸葛怀同时接到了一封密信。 灯火闪烁下,两家年轻一代的佼佼者神色凝重,而后简短的吩咐几句,就各自踏出了门阀的大宅。 天边,层云堆积,大雪弥满,只有一轮冷月,悠悠的照着天地人间。 大雪纷飞的古道上,一辆八旗后颈黄花里马车正在道上疯狂的奔跑着,西背大漠的西荒雪马不时的将两旁的积雪踢下一旁。 驱车的车夫穿着棉大衣,眉眼上全是霜雪,两颊冻得通红。 就连眼神似乎也被这要命的天气冻住了。 五道牙掀开一脚帘子,狭长的眼睛半眯着。 呼啸的北风卷起遍地的积雪,在地上打着转。 李贤策马护在一旁,粗声地大喊。 可是那声音此刻听起来却好似文银一般的细小,让人几乎分辨不清。 先生,李贤大喊道,风雪太大了,您回车里去吧。 五道牙摇了摇头,年轻的面孔显得有几分沉重。 他抬起头来,大声叫道,还有多长时间? 两个时辰。 五道牙眉头紧锁,一股不祥的预感从心底缓缓生腾。 来之前,师父说的话再一次回荡在脑海里。 如果,一切真如师父所言,燕王爷一脉,此次可能就要大难临头。 李贤,五道牙呈声说道, 你带十八燕卫先行一步,务必要将消息传进至子府。 若是势不可为,也不要硬听,想办法联络上雨姑娘,潜伏下来,等待我进城,务必要掌握世子的行踪,保证世子平安无恙。 属下明白。 李贤答应一声,说道, 先是小心些,属下先走一步。 说吧,对着十八燕卫招了招手,就策马呼啸而去。 五道牙看着李贤等人的背影渐渐隐没在风雪之中,放下帘子,靠在车背上,深深地吐出一口气,但愿一切还来得及。 此时此刻的真皇城,白柳庙旁的教务场上,质子府的影子护卫,燕十七,刚刚拦住了燕巡的战马,面色焦急的说道,前程小齐军送参将,带兵包围了质子府,诸葛家的大公子,诸葛怀少爷,也带着诸葛家亲军赶往了诸葛别院,现在都向着这边来了。 燕巡眉头一皱,呈声说道,小齐军跟着掺和什么,难道诸葛家这么快就通知了长老慧吗? 是的,封眠高呼一声,马蹄声迅速从后方而至,小书童面色有些惊慌,着急地说道,后面的人追上来了。 燕巡面色冷静,转头问道,多少人,可是诸葛月的人吗? 不是,孩子的风貌上全是雪。 说话一激动,帽子上的雪都扑梭梭的掉了下来。 是魏家的人,我亲眼看见魏叔爷戴得对。 魏家? 燕巡双眉紧锁,呈声说道,魏家什么时候和诸葛府连成一切,更何况刚才那么短的时间,怎么可能这么快就通知调动了魏家军? 他低头看向坐在自己身前的楚桥,肘眉说道,丫头,你惹了魏府的人吗? 楚桥眉心锦锁,小脸郑重地思考,随即肯定地摇了摇头,说道,没有。 那就奇怪了。 燕巡喃喃说道,面色沉静,迎眉思锁了起来。 楚桥回过头去,看着少年鹰挺的眉毛,说道,一人做事一人当,这是我自己的事。 燕巡,你没必要牵扯进来。 燕巡一愣,只见孩子明明还是一个小孩的脸孔,可是神色间却全是那样郑重冷静的神色,不由得有些出神,驴唇不对马嘴地打道。 丫头,我对你很好奇,在你告诉我实情之前,我还真舍不得让你这样被人抓走。 楚桥没捎一条,音调冷静地说道,青山不改,绿水长流,我们总还会有再见面的一天。 况且,他们想抓到我,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 我孤家寡人一个,目标小,比较好脱身,倒是你,身份地位摆在这里,我不想你无辜受牵连。 燕巡双目如炬,炯炯有神地看着他。 楚桥利落地翻身下马,丝毫不因为身材小而有任何不变。 下马后,仰头望着他说道,燕巡,我走了,你我身份地位虽然不同,但是你几次帮过我,这份情意我会记在心上的,他若是有机会,一定如数报答。 燕巡暂笑不语,楚桥见他神色奇怪,虽然有些起疑,但却没有声响,时间紧迫,已不容他在这里泼泼妈妈。 事情虽然有点失控,不但诸葛月凭空跳出,还惊动了魏伐和小秦银的兵马,大的有点离谱。 但是,在这样一座巨大的城市里,他还是有把握安全隐藏起来的。 孩子蹲下身,紧了紧身上的衣裳,最后看了眼有些呆呆的燕巡,随即转身,迅速地向着空旷的大街跑去。 哒哒的马蹄声突然在身后响起,还没来得及回头看上一眼,楚桥小小的身体就被人一把提起,燕巡的大笑在身后温暖地响起。 我就不信,我还护不住你一个小丫头,走,咱们连夜就回燕北,我倒要看看,魏伐和小秦银的将军们能够如何。 说吧,狠抽了一下马鞭,向着城门方向就急奔而去。 世子,风眠和燕石器一惊,齐齐大叫出声。 石器,回去诊顿兵马,随本世子出城。 第二十四集 满天风雪,北风呼啸,一百多几人马在长街上呼啸奔腾,惊醒了大半真黄城百姓的美梦,然而却没有人关心这个晚上发生了什么,他们只是小心了将门窗关延,声孔殃及池鱼。 燕石器勒住战马,束手阻止了身后燕尾的动作。 少年世子微扬着下巴,冷眼望着对面匿匿麻麻的官兵。 燕石器侧马上前,高声喝道,我们是燕北世子的人马,对面是什么人,为何挡住去路? 我是小棋营北院的兵马少将,奉命在此风落。 一个浑厚的声音在对面响起,燕循眉头一皱,高声说道,本世子奉有圣经功圣语,谁敢拦我去路? 那真是不巧了,略显阴柔的声音,缓缓响起,声音并不大,可是在这样寂静的夜里,不知为何,却是那般的刺耳,带着森然的寒气。 一身身蓝锦袍,白玉大球的男子,缓缓从人群后绕出来,白马如雪,火把高燃,男人轻轻一笑,缓缓说道, 燕氏子,真不巧,我也奉有圣经功的圣语,今天晚上,任何人不得出城,为者? 男人故意停顿一笑,目光在燕循身上打了个转,随后淡淡一笑,吐出三个字,沙无赦,喂书游? 燕循眉梢一条,声音不自觉的也上升了一个音调,落后他一个马位的楚桥, 眉头紧锁,不由的打马上前一步,燕循握着鞭子的手,不漏横迹的横过来,挡住孩子前进的路,将他护在背后。 穿着一身燕味服饰的楚桥,心头一暖,他抬起头来,看向燕循挺拔的后背,虽然没见少年回头,可是却有一丝温暖的感觉缓缓洗过来。 在这样寒冷的深夜里,尤其显得越发珍贵。 况且,如果我没记错的话,世子所奉的圣誉,是明早出城嘛。 燕循倾笑一声,杨梅道,本世子思念母亲,今夜就要出城。 种笑道,本是好事,但是世子也不必急在这一时半刻吧。 还真让卫公子见笑了,燕循年少任性,决定了的事就要马上去办,不然就会睡不好觉。 是吗? 卫书游语调阴柔,轻轻一笑,既然如此,燕世子今夜可能要失眠了。 卫少爷的胆子未美太大了。 小书童封眠上前一步,声音清脆的立声喝道。 不要说现在,就算是平时,我们世子也是随时都可以出城手链,谁人敢阻拦半句。 卫少爷在这里横拦树倒,究竟是仗的谁的事? 仗的就是圣经宫的事。 一个低沉的声音突然在身后响起,燕循等人顿时回过头去,只见两队人马浩浩荡荡的前来。 卫书游一身轻求,面色冷然,诸葛怀跟在一旁,脸上再无平日和气的笑容,好似尖兵一般,不露半点声色。 否胜于,燕北康亲王伙同上肾乱民,屈心不良,阴谋造反。 特命卫乏卫书叶少将,将康亲王嫡子燕循扣押,交由盼里院收押。 话音刚落,一大道荧光猛然亮起,无数的刀剑顺时出窍,燕卫面色大惊,但却在第一时间齐齐抢身而上,护在燕循的身前。 嗨,楚乔拔出腰间的功奴,靠上前来,靠在燕循的右侧,看来是冲着你来的。 燕循惊怒的表情渐渐散去,只剩下压抑的怒意和沉着的冷静。 文言,他并没有转头去看孩子,人就紧紧的盯着前面,成声说道,对不起,连累你了。 没关系,楚乔轻轻一笑,一抱还一抱,打完了这一仗,我们就两清了。 夜色浓郁,杀气喷勃,酒外主街上再一次有血腥的味道,缓缓一散开来。 北风呼号风雪夜,刀剑气血杀人时,激烈的长风横贯整条主街,从黄泉的方向速杀吹来。 卷起少年们烈烈纷飞的衣角,吹过他们乌黑纷扬的长发。 振翅欲飞,直如义无反顾扑火而亡的飞蛾。 层云堆积在天空上,有黑色的巨鸟飞过上空,翅膀扑索,穿梭在棉朵扯絮般的大雪之中,发出凄厉的长鸣。 战马的呼气转眼凝成了霜。 酒外主街上,有嗜血的杀戮野兽般的奔腾而过。 长刀闪烁着森寒明亮的光芒,如破月芒芯,映着火把雪一样的红光,好似上古的凶手。 离开故土,保护世子的燕北铁卫们,渐渐倒在漫天飞黄一般的利剑之中。 燕石七尖头燃血,奋力劈开一只流尸,回头大声叫道,保护少主突围。 几名铁卫轰然应诺,战刀捂得犹如满月,将燕巡护在中间。 一名大汉立声喝道,石七,我们楼桥相会。 轰隆一声巨响,小型的投石机被搬至镇前,巨石呼啸而来,只一下就砸开了燕卫们用身体围成的保护圈。 燕卫的战士们鲜血狂喷,身体柳絮般被撞飞,倒在地上,嚷起大片血雾。 你干什么去? 燕巡一把拉住要往人群外冲杀的孩子。 孩子只拿着一只奴工,身材瘦小,看起来是那般的单薄和没有攻击性。 少年紧张地将他护在自己身侧,弄声叫道,你不要命了,放开我。 孩子挣扎,双眼在对面人群中焦急地来回扫尸,努力地想要挣脱掉燕巡的掌握。 燕巡大怒,一剑劈飞一只利剑,简没竖起,成声说道,你就是去送死,我不让你去。 现在冲出去,还有一些生机。 楚桥回过头来,表情有些愤怒,立声说道,难道留在这里陪你一起等死吗? 少年一愣,即便在这样危急的关头,文言仍旧忍不住轻轻一抖。 他点了点头,眼神在火光之中显得有些阴沉,声音低沉,甚至还有一丝孩子的赌气。 你放心吧,就算我今日不行,生死于此,也绝不会连累你。 楚桥眉梢一条,知道他会错的意,微微薄怒,却也不愿解释,只是转过头来轻哼一声。 十三十七。 燕巡说道,待会趁乱,你们护送这个孩子冲出去,切记要让他送到安全的地方,知道了吗? 少主,燕十三眉头紧锁,反驳道,属下的使命是保护你,你们的使命就是惊从我的吩咐。 楚桥皱眉,望了几人一眼,见燕巡不留意,一个拖拽就从他的手下逃出,身材瘦小,骑在马上竟十分灵活,转身就冲出了包围圈。 你,燕巡大惊,立刻一声,以我双方所有的目光,煞时间都凝聚在这个小小的孩童身上。 楚桥马术精湛,犹若出龙猛火,经过两名燕卫身边之际,手法瞄到巅峰,顺手牵出两柄锋利的战刀,身子左右腾挪,手持小弩剑,与马侧马下诸多方位射击。 黑夜光线不足,那些飞腾的利剑,一时间竟丝毫没有伤到他。 快,掩护他! 燕巡持剑击射,嗖的一声,射穿一名弓弩手的头颅,剑术抄群,武艺精湛。 哒哒之声,就接近了敌军的前头部队。 孩子力气虽小,出手的角度却刁钻至极,眼明手快。 尽管明眼人一看就知,他没学过什么武功,但是胜在胆大心细,一时间竟被他冲进人群。 孩子挥刀批翻了两人,在制飞刀,后发掀斥,抢在对方发动进攻之前,将力气刺进了一名卫军的咽喉。 众燕卫见一个小小的孩子都这样凶悍,不由得士气大振,燕时期见事有可为,大喝一声,厉声道,跟我偷。 困兽之斗,不知死活。 魏书游冷哼一声,举起弓炉,迅速弯弓搭建,银色剑芒,煞时间有若流星,积舍而去。 风声呼啸而来,在孩子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,只见那孩子侧过头来,力尖晃在他的双眼之中,只是一刹那,孩子脸面重剑,身子一歪,就猛的倒下马去。 丫头! 燕寻目吃欲炼,惊呼一声,转头向魏书游望来,目光喷火,直欲凡人。 魏书游冷冷一笑,高声说道, 燕世子抗旨不遵,众将听令,只管秦拿,生死勿论。 魏军大喝一声,和小齐银的兵士一起冲上前去,顿时由剑阵转化为贴身肉搏。 燕寻一脚踢飞一名雕形大汉,三尺轻风出窍,两名扑上来的敌人顿时了丈。 燕寻,你想造反吗? 诸葛怀并未加入战局,而是率领诸葛家的士兵站在战圈之外观战。 见状高声大呼道, 欲家之罪何患无辞? 燕寻从未想过造反,违法依让长老慧陷害忠良。 燕北的汉子们却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猪楼。 狂妄的小子,魏淑游冷哼一声,打马上前,挥手说道,既然如此,就别怪我不顾往日同窗的情谊了。 刚要下令全面进攻,只听一声锐响,突然在耳边响起。 魏淑游一愣,转过头去,刚好看着小七营北院兵马少将的尸体轰然摔落下马,男人双目大睁,额头被一剑洞穿,嘴尤姿不可置信的大张着,好似想说什么,却最终什么也说不出来。 自己和小七营少将站在一射之地的外围,弓箭根本就射不过来,那么这支箭又是从何而来? 一阵剧烈的危机感顿时袭上心头,魏淑游猛地吊转马头,就要向前奔去。 可是,就在这时,战马突然哀泥一声,两条前腿受到重击,砰的一声就跪在地上,魏淑游不可抑制地摔落下马,还没爬起身来,一柄锋利僧冷的匕首就紧紧地顶在他的脖颈之上。 孩子的声音寒冷地在耳边响起,带着淡淡的嘲讽和戏弄。 魏大公子,刺激吗?都给我住手! 长风倒转,大雪飞扬,孩子猛地扬起轻瘦的一张小脸,立声喝倒。 不然,我宰了他。 大哥! 魏淑游眉梢一条,大喝一声,驱马就要上前,只听骚的一声锐响。 一只弩剑破空而来,流星般闪动着射人的寒芒,精准无比地猛插在魏淑游坐下战马的马头里。 左眼射出,右眼透出,鲜血飞溅,脑浆蹦出,凄厉的哀嚎声冲天而起。 魏淑游伸手灵活地跳下马来,略显狼狈地站在漫天风雪之中。 孩子半蹲在地上,左手持刀抵在魏淑游的脖颈上,右手持奴,微微半曲,顶在自己的肩胛骨上。 歪着头,从背后的小剑弧里叼出一只剑,只用嘴和手臂的配合,就迅速地上好了箭矢。 挑起眉梢,眼神冷淡地望向书业少将,缓缓说道,这一剑是报当日紫薇广场上声援之情,下一剑就不会只射马了,我劝你还是不要上前的好。 所有人的目光,一时间都有些重冷,似乎是被这个要命的天气统统冻结。 上天明真皇城最精锐的战士,世家大族的王孙公子,帝国典将堂的优秀将领,无不皱眉望向那个身高还不到三尺高的孩童。 孩子穿着一身明显过大的软皮卡,青色的皮质领子护住他坚瘦的小脸,小小的脸孔还不及成年人的一个巴掌大。 一双大眼黑白分明,小巧的鼻子微微上翘,嘴唇轻轻嘟起,手臂迁细,似乎一用力就能拧断,整个人都透着一股无法掩饰的粉嫩和幼小。 可是,就是这个看起来一阵风都能吹走的孩子,就是这个站起来还不到成年人腰部的孩子,突破了卫士门阀精锐的封锁,利用对方的麻痹大意和自己的高超头脑。 此时此刻,他半蹲在那里,毫无畏惧的对抗着上千军人,对抗着长老会的决议,对抗着圣经宫的主人,对抗着整个大厦帝国。 面容冷冽地,以敌方的首脑为人质,威胁着所有人。